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没见了 已经很久没拍过淘宝开箱了 今次淘宿了不算太多东西 但每样都很实用 没有中复 想知道我有什么推介 就继续看下去吧 一直想买一个大的汤窝 就选了这个28cm 麦饭石款式 防烫仿木纹设计 三层复合底度 热快速均匀 加深大容量 煲汤就不怕滚蛇 最近都很流行厨具 是麦饭石的材质 这个小奶窝是不黏设计 易于清洗 最适合煮一人料理 正反手都可以轻松倒出汤水 不怕会倒蛇 这个不黏窝有多种尺寸选择 比平时的锅阔很多 但容量翻炒都没难度 而且是双向倒流嘴设计 用到非常就手 平时最怕锅太重很难用 而这个锅胜在就够轻 锅身相比普通煎窩糕2cm 煎炒都没那么容易炒到 那些菜全弹出来 最近吃多了沙律 所以买了这部洗菜盘回来 只要将以浸好的菜放进去 盒盖在楼上的旋转手柄 水就会均匀出来 真是很方便 它有2尺寸 而我这个就是小版3L 这个噴油壶是玻璃瓶身 高压油泵 均匀无法 防漏油口设计 每一次噴霧浴0.5克 非常适合要控制油脂摄取量的人使用 看中了这对复古式研磨器很久了 分别买了5寸和8寸 每个螺丝都是不锈钢材质 将香料倒入研磨器中 顺时针扭动瓶盖就可以磨到 这款打蛋器是用304不锈钢 不易生瘦搅拌均匀 而且高弹钢票油人性好持久内容 这款烘焙专用的特大矽胶墊 上面亦有不同的大小尺寸 有效抗菌抑菌 底部的矽胶可以捉住桌面 不会移位 用来做面团没难度 也可以高温水煮消毒 轻易冲洗 最近做多了炸东西 想知道油温所以买了它回来 它可以探到-32至580度 有摄氏华氏转换 只要对着目标按键 就可以查到温度 新一年想粉饰下个厅 于是买了三个防真花摆设 分别有孔雀菊骨色 太阳菊黄和油加利叶 不知你喜欢哪一盘呢? 看一看淘宝的时候 见到这套茶壶多漂亮 就买了回来 这款是黑桃茶壶 还连买托盘 刚好家里有新茶叶 立即品一下茶 托盘的木板可以拿开 一般方便倒水 买了两条黑色手绳 单鼓绳 直径100mm 精致雷金色所扣 质紧实租 还有很多颜色选择 介绍了这么多样产品 不知你有没有看中哪一样呢? 下面info box 有每件产品的连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